只能无助的 欢乐 叫我滚 这里是我家爱 你才跟我滚 你在干嘛 剑侠留人 臭道士 你敢对我怎么样啊 你个臭道士 你敢怎么样啊 大师 你竟然敢打我 大师喜怒啊 大师喜怒 他打我 爹 女儿 你没事吧 好疼啊 爹 胡大人 本座已经说过 在我开谈施法的时候 别人不能打扰 大师见谅啊 彩莉儿 你也太不像话了 哪有女孩子打打杀杀的 你怎么敢这么担大王位呢 这是爹请来的大师领养子先生 还不快向大师赔罪 我不要 大师见谅啊 免了 你个臭道士 给我回来啊你 女儿 女儿 哎呀 女儿 爹爹好久不见你了 对不对 你想不想爹啊 想啊 就是听闻你身体不好 这才快把家变得赶回来 谁知道你不在家 一回来又遇到那个臭道士 爹呀 到府上树植去了 好 哎呀 灵儿啊 这两天你都干了什么呀 我 我觉得很累啊 都呆在房里了 你在大街上和牢房里做的那些事 爹早就有耳闻了 哼 灵儿啊 你都这么大个姑娘了 怎么还这么胆大妄为啊 啊 你居然把朝廷侵犯给放走了 爹 他才不是什么朝廷侵犯呢 方思 可是 他们连你女儿都抓去了 你就是把朝廷侵犯放走了吗 哼 爹 你跟那个臭道士联合起来对付我 哼 哼 你别这样好不好啊 哎 女儿 开门 开门哪 哎 赶快开门哪 我不开 你走 我是你爹 啊 你连爹的话你都不听了 爹 你从来都没有骂过女儿的 你现在为了那个臭道士骂我 你是不是已经不爱女儿了 你是不想见到女儿了吧 如果你不想见到女儿的话 那女儿也不想见你了 哎呀 你不要这么刁蛮好不好 我是刁蛮 那要怎么样啊 好好好 你不出来你就不出来 啊 你饿了渴了也别出来 你饿死里边算了 哼 爹 你终于说出你的心里话了 你根本就不爱女儿了嘛 好 好 既然想让女儿死 那女儿就死给你看 小月 小姐 快 快帮我拿绳子来啊 拿绳子干嘛 你没听到爹要我死吗 我现在就死给他看 哎 大人 大人 小姐说的是气话 您可不能当真的 不能当真的 哎 大人大人 小姐本来就吃软不吃硬 您这越骂 她不越不出来吗 哎 你说我养了这么个野蛮的女儿 啊 我能不生气吗 真是把我给气死了 哎 大人 您可不能再动气了 您这大病还没痊愈呢啊 哎呀 小姐屋里没有绳子 可是上吊会很疼的 哎 喝屁霜吧 会肚子疼的 哎 对了 我们不扔割脉吧 谁得我的 闭嘴 割你个头啊 大人 你怎么了 快来人呢 爹 爹 爹 你终于可以出来了 哼爹 你骗我 哎呀呀呀呀 好了 哎 咱们父女俩可是很久都没见面了 哎 爹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说的 哎 咱们到屋里坐下来慢慢谈 啊 嗯 行吗 哎 公子 你怎么起来了 你的伤还没痊愈呢 你没有看到我已经行动自如了 没事的 哎呀 真拿你没办法 先把这药喝了吧 啊 不用了 东西打点好了没有 啊 打点什么 我都已经痊愈了 当然是继续去募捐 哎 我说公子啊 你究竟要被打几次你才能学乖啊 我们是斗不过人家的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投舌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 说到底 我也是一个官 大家都平起平坐 没有谁怕谁 必要的时候 我大可以跟他们斗到金鸾大殿去 请皇上评评礼 更重要的是 我要让九娘一家入土为安 哎呀公子 只怕你上不了金鸾大殿 你就先下去跟九娘成亲了 你在胡说什么 赶快准备东西走了 啊 去哪里啊 去买纸跟墨啊 干什么 当然是作画卖画 要不然 怎么木缓呢 走吧 哎呀 看来我丈夫要横死在这里 你不喝这药 我来喝了这药 就算挨打也不至于是重伤 好苦啊 哭也得喝 爹 你也真是的 原来身体根本没什么大碍 干嘛要把女儿骗回来啊 刘捕头也是一番好心 啊 难道你就不想回来看爹一下 爹 你为什么会这样啊 什 什么为什么 若要人不知 除非 己莫为 惨良 你是指 为什么人人都说被爹给欺负了 而且是敢怒不敢言的那种 谁说的 很多人哪 你相信 我相信 空穴来风 必有阴 你知道这风是怎么来的吗 只要爹愿意说 你儿当然愿意谢耳恭听了 只应爹管制慎严 只要犯了法 不论轻重不论亲疏 爹都必判 而且绝不轻判 哎 这样的话就招来不少人的反对 他们一逮到机会 就说三道四 说爹是个贪官 专门欺压百姓 哎呀 当然了 这狱中的狱卒呢 做的也确实过分 你放心 爹一定会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处罚 爹 那是真的吗 我怎么会欺骗我自己的女儿呢 这么说来 大家都错怪你了 我说什么 女儿你才会相信呢 只要爹看着女儿的眼睛 说没有骗女儿 女儿就相信你 好吧 爹没有骗你 这样 信了吧 好吧 我希望啊 爹真的没有骗女儿 哎呀 得到女儿的信任 爹我真是高兴啊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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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爹 女儿有件事想要问你 又有什么事啊 就是 那个臭道士啊 不能这么说 那个臭道士留在我们家 又是所为何事啊 这个呢 你最好不要干预 啊 爹 你刚才才说不会骗女儿 要对女儿坦白 为什么现在又不肯说实话了 哎呀 家里出了点事 啊 爹是请他来办事的 爹 您的意思是 家里闹鬼啊 可以这么说吧 怎么好端端的 家里会闹鬼 哎呦 爹我怎么知道呢 常言道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要是没做什么亏心事 怎么会赢鬼入宅啊 你的意思是说 爹做了 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了 爹 女儿没这个意思 女儿是担心你 你也知道啊 这坊间啊 流传许多江湖术士 满嘴胡说八道 怪力乱神的 唯恐天下不论 女儿啊 是担心你 被那个江湖术士给骗了 爹乃朝廷命官啊 且不算精明吧 那也是不容易受蒙骗的啊 这这这你放心 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 跟那个臭道士同住一个屋檐下 我觉得 挺不自在的 爹 要不你 把他请走好了 哎呀 他还没有给我办完事呢 爹怎么能请他走呢 我不管我不管 反正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你不要这么刁满好不好啊 好啊 他不走 那我走好了 我答应你好不好 我让他 让他赶快把事情办完了以后 我就让他走 我立刻让他走 好啊 这句话可是爹说的哦 当然是爹说的了 爹说话算数 嗯 女儿 你以后不要这么刁满了啊 好啊 太好了 你也就高兴了